从原子弹问世至今,只有日本一家承受过原子弹的袭击,广岛和长期结局惨烈,普通百姓承受了不可承受之痛, 但实事求是的说,这两颗原子弹虽然长死了几十万日本人,但也迫使天皇下定决心向盟军投降,如果日本死磕到底,等到苏军登陆日本本土,遭殃的日本人恐怕不止这几十万人了。 德国投降之后,整个轴心国阵营,只剩下日本一家在苦苦支撑,虽然失败已成定局,但为了争取有条件投降,日军大本营还是提出了本土决战,全民欲碎的口号,此时美军已经扫清了日本列岛的外围目标, 在原子弹没有研制成功之前,登陆日本似乎无法避免,可见于先前日本守军在岛屿争夺战中,表现出的疯狂斗志,美军队直接登陆日本,显得有些底气不足,因此,在亚尔塔会议当中,罗斯福总统利奥斯大林,参与到对日作战当中,并不惜为此做出巨大让步,依照苏联军队一贯的作战风格, 用所到之处鸡犬不留,来形容毫不为过,更可怕的是,苏联高层在对日宣战前夕,已经研究战后占领日本的具体事宜了,如果盟军分区登陆日本,很可能会像德国一样,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占领区,那个时候日本的分裂必成定局,想象一下北海道归属苏战区,本周,九州和四国归属中美英占领区, 两个日本相互对抗,对日本国民来说不是更残忍吗?更惨烈的是,依照日本的国民性格,在盟军登陆初期,肯定会做出难以想象的激烈反抗,为了迅速达成作战目标,无论美军还是苏军都将采取非常手段,来弹压日本国民的疯狂举动, 那个时候日本的伤亡,恐怕不是一两个广岛和长崎能够抵偿得了的吧?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,美国成功研制出两颗原子弹,并将其投向广岛和长崎, 日本的态度为之一变,表示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,此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,美国由先前的利邀苏联参战变成了竭力阻止苏军参与对日作战,而苏联则从原来的坐地起下,变成了迫不及待的,在战争结束之前对日宣战, 最终,两颗原子弹之后,日本宣布投降,苏联在消灭了关东军之后,止步于东营列岛之前,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也因此躲过了一场面。